星星 我深深很好 哈喽 大家好 太太 歡迎光臨 留家姐妹花 駕鋼台灣人 落腳曼谷經營民宿第四年 不過台灣人到泰國開民宿 他們不是第一人 國會已經和AK在曼谷當民宿老闆 已有七年時間 這回發生爆炸案 台灣民宿老闆心有預計 其實我們遇到這些事件 還蠻有經驗的 像昨天在爆炸的第一個時間 我們就先了解一下 狀況是怎麼樣 因為當時爆炸的時候 我就坐在我們 氣隆空間的辦公室裡面 所以有聽到一些爆炸的聲音 擔心台灣客在泰國 遇到緊急狀況 語言不通 特別設專線電話 二十四小時都有人講中文 台灣人愛到泰國玩 其中也包括不少名人 像是知名部落客女王 還寫了曼谷旅遊書 甚至跟泰國品牌合作 泰國是自由行很方便的地方 因為他們交通很方便 然後又有捷運 然後其實到很多地方 其實英文都可以溝通 女王分析泰國消費平價 而且熱帶風情很紓壓 都是吸引龐大台客的主因 近來非常多的台灣民眾 像女王一樣 常飛曼谷自由行 我覺得看到新聞有點嚇到 所以可能短期內 可能就會先觀望看看 因為會害怕說 自己的人身安全 向來把曼谷視為第二個家 女王這回也被爆炸案嚇到 影響短期內府台醫院 記者文凱成 邵玉敏 台北報導 在香港中的 一幕媒體 公民藏 Open 黃nings